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大师不服》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画室的巨匠对决 达文西对抗拉斐尔 二,舞台上的歌声对决 帕华洛蒂对抗多明歌 三,荧幕上的校匠对抗 吉姆·凯瑞对抗罗宾·威廉斯 那么哦,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画室的巨匠对决 达文西对抗拉斐尔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要来谈谈 艺术史上的一场史诗级对决 这不是拳击,不是摔跤 更不是烹饪比赛 而是一场画室的巨匠对决 达文西对抗拉斐尔 这场对决没有裁判,没有观众喝彩 只有画布和画笔 以及两位艺术家的无尽才华 首先,让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选手 在左边的角落,我们有万能的天才 文艺复兴三节之一 拥有一把飘逸的长发和深邃的眼神 他不仅是画家,还是雕塑家 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 解剖学家,植物学家,音乐家 作家和一位不太成功的厨师 利奥纳多,达文西 而在右边的角落 我们有那位年轻的帅哥 同样是唯一复兴三节之一 他的画作中总是充满了和谐与美的理想 他的人物总是那么优雅,那么完美 以至于你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从天堂 租了一间工作室,拉斐尔,圣奇奥 这场对决发生在16世纪初的罗马 当时教皇朱利诺二世决定要重新装饰范迪刚工 于是他召集了当时最优秀的艺术家 达文西和拉斐尔就像两位重量级拳手一样 被招募来进行这场创意的较量 达文西带着他的最后的晚餐和蒙诺丽莎的名声 而拉斐尔则凭借他的雅典学院和圣母子系列作品 而声明确起 他们的画笔就像是剑 他们的画布就像是战场 每一笔都是精准的攻击 每一个色彩都是战位的部署 达文西的画作充满了神秘和深邃的个人符号 他的人物仿佛隐藏着千言万语 让人不禁陷入沉思 而拉斐尔的作品则是美的典范 他的人物拥有天使般的面孔和完美的比例 彷彿他们刚从天堂的画室走出来一般 这场对决没有真正的胜负 因为艺术不是比赛 它是一种表达 一种探索 一种对美的追求 达文西和拉斐尔 这两位巨匠 用他们的才华和创造力 共同编织了文艺复兴的辉煌篇章 最后 我们可以想象 在某个平行宇宙中 达文西和拉斐尔 可能在一个安静的咖啡馆里坐下来 喝着意大利浓缩咖啡 互相吐槽对方的画风 然后又一起讨论 如何用他们的艺术来改变世界 而我们 作为后世的观众 只能对他们的天赋 和对艺术的贡献 表示最深的敬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舞台上的歌声对决 帕华洛蒂对抗多名歌 啊 当我们谈到古典音乐界的 中两级对决 帕华洛蒂 Luciano Pavarotti 与普拉西多 多名歌 Placido Domingo 的名字 总是会让人想起 那些高音的较量 和戏剧性的舞台瞬间 这两位天才的对决 就像是歌剧界的蝙蝠侠队超人 只不过 他们的超能力 是用声带 而不是斗篷和钢铁拳头 帕华洛蒂 这位意大利的天赖 以起纯净的高音 和无与伦比的音色 闻名于世 他的声音 就像是用声波做的意大利面 每一个音符 都经过完美的烹调 既有弹性 又富含情感 而当他唱起 Nathendorma时 你几乎可以听见 全世界的心跳都停了一拍 等待那个高音的爆发 另一方面 我们有来自西班牙的多名歌 他的声音 就像是一瓶陈年的 李奥哈红酒 既有力量 又充满层次 他的声音 能够从柔和的低语 转变为震撼人心的高亢 就像是一位斗牛士 在舞台上与音符 进行一场华丽的舞蹈 当这两位歌剧巨星 在舞台上相遇时 观众可以预期一场 声音的盛宴 想象一下 帕华落地的高音 就像是一个精准的 意大利狙击手 而多名歌 则像是一位激情撕舍的 西班牙斗牛士 两者在舞台上 展开了一场华丽的对决 这不仅是一场歌唱比赛 这是一场艺术的较量 一场情感的爆发 一场让人心灵震撼的对话 当然 除了他们各自的独唱表演之外 这两位大师 也曾在三大南高音的框架下 与何赛 卡雷拉斯 侯贼卡雷拉斯 一起合作 创造了歌剧史上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 合唱表演之一 他们的声音在舞台上交织 就像是一场美妙的声音盛宴 让人回味无穷 最后 虽然我们可以将 帕华落地和多名歌的对决 视为一场史诗般的战役 但实际上 这两位歌唱家之间的关系 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钦佩之上的 他们的对决 从来不是关于谁胜谁负 而是关于 如何将歌剧的魅力和力量 传达给每一位听众 在这场歌声的对决中 我们都是赢家 因为我们有幸见证了 两位伟大艺术家的光芒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荧幕上的校将对抗 吉姆 凯瑞 对抗罗宾 威廉斯 各位观众 学者 喜剧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场虚拟的 但无疑会非常精彩的对决 荧幕上的校将对抗 吉姆 凯瑞 对抗罗宾 威廉斯 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喜剧对决 两位喜剧巨星 在荧幕上的魅力和才华 将在我们的讨论中 碰撞出火花 首先 我们得承认 这两位喜剧大师 如果真的在荧幕上对决 那将是一场视觉和笑声的盛演 吉姆 凯瑞 以其橡皮脸著称 能够做出各种夸张的表情 他的身体喜剧和即兴能力 让他在王牌威龙、楚门的世界等电影中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喜剧明星 而罗宾 威廉斯 那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完全描述的喜剧器材 他的快速串联 模仿能力和深刻的戏剧 演绎在死亡失射 晚安 好运 终展路无遗 如果说吉姆 凯瑞是喜剧界的橡皮人 那么罗宾 威廉斯就是即兴之王 想象一下 如果他们在一部电影中对决 吉姆 凯瑞 可能会用他的脸部肌肉 做出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表情 而罗宾 威廉斯 则会以其快速的思维和语言能力 即兴回应 两人的对手戏 必定让观众笑到停不下来 吉姆 凯瑞的喜剧风格 往往是超现实和夸张的 他可以将一个简单的动作 演绎的让人捧腹 而罗宾 威廉斯 则是将他的智慧 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融入到喜剧中 他的笑料 往往带有一种 让人思考的深度 在这场假想的对决中 我们可能会看到 吉姆 凯瑞 在一场搞笑的追逐戏中 以一种近乎卡通的方式逃跑 而罗宾 威廉斯 则可能会在追逐的间隙 对着镜头 快速地模仿各种角色 甚至是吉姆 凯瑞自己 但不要误会 这两位喜剧大师 不仅仅是让人发笑的小丑 他们都有着深厚的戏剧功底 能够在让人捧腹的同时 触动人心 吉姆 凯瑞在 《楚门的世界》中 展现了他深刻的戏剧表演 而罗宾 威廉斯在 《心灵捕手》中的表现 则赢得了他一个奥斯卡奖 最终 这场对决 不是为了决出胜负 而是为了庆祝 两位喜剧天才队 电影艺术的贡献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 触动了我们的笑点和泪点 让我们在电影的世界里 找到了欢乐和慰藉 所以 让我们举起爆米花 为这两位荧幕上的笑匠干杯 感谢他们带给我们的 无数欢笑和感动 最后 我想对各位观众说 这些虚拟的对决 只是为了娱乐和展示 这些伟大艺术家的才华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没有必要把他们 放在对立的位置上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 独特的风格和贡献 无论是达文西和拉斐尔的绘画 帕瓦罗蒂和多明哥的歌声 还是凯里和威廉斯的喜剧 他们都是艺术史上的巨人 他们的作品和表演 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我想知道 你们对这些虚拟对决 有什么看法 你们更喜欢达文西 还是拉斐尔 你们觉得 帕瓦罗蒂和多明哥 谁的歌声更动人 还是你们更喜欢 凯里和威廉斯的喜剧风格 欢迎大家在下面的评论中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无论你们喜欢哪个艺术家 无论你们 对这些虚拟对决 有什么看法 我相信 我们可以在这些 伟大艺术家的作品中 找到共鸣和欢乐 让我们继续欣赏和支持艺术 因为它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和参与讨论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希望我们的讨论 能够带给你们一些轻松和愉快的时光 记得保持微笑 保持开心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